顽固千金被父亲派往乡下进行改造 跟在父亲身后的他全程都在想着该找些什么借口离开这里 直到视线里出现了这个身材健硕的男人 顿时就让他觉得自己的乡下之旅稍稍有了些意思 但这个想法刚萌生出没多久 手机就出现了没有信号的提示 安妮气冲冲地找到工作人员 男人就正是他刚来到这里是见到的建树男人 见安妮这副着急的样子 杰克打趣道 说着就指了指庄园住宿的方向 表示自己会护送他回去 途中向他介绍了当地那些出了名的毒蛇 安妮担惊受怕了一路 直到晚上都还在忐忑不安 透过窗户 他看到杰克几人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 等到众人散去后 安妮一袭睡衣出现 他没有说话 动作尽是妩媚 杰克看明白了他的意图低头一笑 对于他的无视 一向自认无人能抵挡住自己魅力的安妮 有些开始怀疑自己 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 反而激起了心中的一股胜负欲 第二天清晨 杰克挥洒汗水打拳的样子 更是让安妮坚定了将他撩到手的决心 父母因为住不习惯的原因 准备提前结束这次的旅程 令父亲感到意外的是 安妮竟执意要留在这里 她以想要打电话为由 想请杰克带自己去镇上 从而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 再次被拒绝 安妮气愤地离取 晚上 端着酒杯来到室外 正想着下一步勾引杰克计划该如何进行时 视线扫过草丛 一个类似蛇的东西吓得他惊声尖叫 杰克小心翼翼地靠近 最后发现只是一个水管 这两天他对自己的嗜好 杰克心知肚明 所以就理所当然地将今晚这件事 也当作了安妮的把戏 不过杰克并没有拆穿 而是隐晦地提醒道 杰克说自己从明天开始 会带着他熟悉庄园 安妮毫不迟疑地答应 这可是为数不多 可以和他相处的机会 安妮万万没想到 杰克口中的熟悉庄园 竟然是做浓火 待在原地犹豫了许久 最终他还是跟了上去 炎炎烈日下刨树 剪掉落在地上的坏果 马放鼠枝不尽的木头 学习如何采摘水果 最后是修缮破旧不堪的房门 从小锦衣预示的 他哪里做过这些苦力 早就有了想要放弃的心 但杰克的加入 无疑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动力 愉快地聊天 缓解了一天下来的疲惫 为了犒劳这个免费的劳动力 数个小时地相处下来 杰克发现安妮并非自己 心目中想象的那种跋扈千金 对他的印象改观了不少 一起用餐食 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安妮愉快地吃了晚饭 他如愈而至 两人短暂交流 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来到鸡卷收集鸡蛋 共同摘取花果 安妮最初没有意识到 他对杰克的感觉 已经从欣赏转化为了喜欢 看到他与别的女生聊天 心底会生出醋意 在一天的工作中 两人曾不止一次的交流缩小 关系看似很不简单 于是抱着这样的疑虑 安妮约了杰克一起共进晚餐 准备借用这个机会问清楚 可回去路上 他就遇到了另一位农场的工人 隐晦地向他询问了杰克 与那个女人的关系 之后便解释起来 女人与杰克的遭遇很像 两人从小就被父母抛弃 相依为命长大 杰克更像是他的哥哥 同情他们绅士的同事 安妮也深深舒了一口气 虽然目的已经达到 但他还是将杰克约来了房间 因为安妮已经做出了 一个大胆的决定 先是几杯酒下躲 落日的余晖 窗外传来的鸟鸣 让这个略显昏暗的房间里 很快便滋生出了暧昧的氛围 四目对视 安妮主动靠近 两人稳在了一起 或许是许久不曾谈过恋爱的羞涩 又或者有什么顾虑 杰克很快便挣脱开来 在他走后 安妮无脸轻笑 因为不确定女儿还会闹出什么幺蛾子 父母来到乡下查看情况 嘿 怎么回事 仿佛是不敢相信一般 是那是Isabella 对于女儿的改变 他们很是欣慰 打探得知了安妮最近的工作 两人也很乐意共同参与 破裂的妇女关系 在杰克间接的帮助之下重新修补 未来的几天 二老没有了女儿这个顾虑 也尽情享受到了乡下的乐趣 这段时间的相处 安妮与杰克之间的关系也愈加熟弱 彼此心中的那扇窗户值 也在无形中被捅破 正当安妮沉寂在爱情所带来的喜悦时 父亲却告知了她一个消息 Isabella 安妮十分珍惜与父母和好的时光 并不想因为自己的一时任性 从而打破这一切 谎称今晚农场会有聚会 他们可以后天再离去 同样的 父母也不愿再和女儿有什么冲突 便答应了她的请求 安妮召集了朋友们 临时举办了一个聚会 但好巧不巧地正好赶上了雨天 众人迫不得已将场地定在了谷仓 殊不知危险正在悄悄靠近 杰克因为有其他工作迟迟没有到来 正在享用着午餐时 几名手拿武器头戴面罩的人出现 怎么也没想到 农场竟然会遭到抢劫 就在他们手足无措时 杰克姗姗来迟 眼看着他们不听劝 杰克配合赶来的好友 快准狠地制服了几名劫匪 赶走他们后 父亲将怒气发泄到了杰克的身上 也是从这句话中 安妮捕捉到了一个细节 为什么杰克会有这么大的权力 直接不追究农场损失放走杰匪 并且他来到这里以后 就没有听说过农场主是谁 在众人走后 他与杰克的妹妹畅聊起来 见女人久一上头 安妮不断打听有关于杰克的一切 看到安妮的表情 他意识到自己说多了 他意识到自己说多了 次日 安妮找到了杰克 由于许久 之所以掩盖自己的名利 只是他单纯地喜欢这种不被人注视的感觉 仿佛是有所触动一般 安妮也说了自己会来到这里的原因 母亲在许多年前去世 她非常不想看到父亲再去 然而现实并没有如她所愿 为了抵制继母 她开始了各种作妖 父亲无奈之下才会让她来乡下冷静 出来房间后 父亲单独找到安妮 她觉得是时候让女儿知道一切了 之后两人离婚 也是很久之后她才知道 安妮母亲得了不治之症 外遇只不过是她请人演给自己看的一场戏 目的自然就是不愿意拖累她 从那以后父亲就开始拼命挣钱 就是不愿妻子没钱治病的事情 在她身边的其他人身上上演 那时的安妮才八岁 因为工作繁忙和不够欣细的原因 她无法照顾安妮 所以就有了如今她的继母 安妮用行动给予了回答 如果先前父女两人的关系是得到了修复 如今的他们才算真正的和好 晚上杰克出现在了安妮的房间门口 两人确定了恋人的关系 是临行前的放纵 又或者是不想留下遗憾 次日醒来 杰克已经不见了身影 知道她要离去 杰克没有勇气出来道别 不舍得和这里的工作人员拥抱 安妮时不时望向她出 希望那个熟悉的人出现请求自己留下 直到车辆启动 杰克仍没有出现 可刚刚跑出去没多远 她就站在不远处 安妮叫停车辆 奔跑着来了她的身边 这一幕被父亲看在眼中 父亲先前并不知道女儿和杰克的关系 因为两人约会时都会避开他们 所以如今这副场景出现在自己面前 她又怎么会答应自己的女儿 和一个穷小子在一起 可谁也没想到杰克的身份并不简单 继母想要成全安妮 却怎么也拉不动丈夫的手臂 开始的叛逆千金 对父母说话毫无理数可言 全都是因为一些家庭矛盾没有解开 杰克的出现不但给了安妮爱情的体验 更是帮助他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希望屏幕前单身的你 也能在茫茫人海中遇见对的那个他